小怪翻滾发出巨大声响 仿佛马上就要跳出荧幕 把哈利波特和怪兽 与他们的产地电影场景 搬到台北 让观众置身魔法世界 他有在保护那些怪兽 然后他也是也跟自然界那些 比较宾伟的动物做结合 对 我觉得这蛮值得挑战 对小朋友也有教育的演练 一进展场就能看到 主角纽特的服装 在电影中保护 受到其他巫师威胁的奇兽 在展演中都能看到 不管是木睛 拜月兽 山猫 还是欧卡皮鹿 百分百还原度就像走近电影 还有人气超高的玻璃兽 深受影迷喜爱 而另一边同步和日本进行的 还有名侦探柯南 30周年纪念展 怪盗机的大型FRP公仔 搭配直升机和探照灯音效 让民众身临其境 加上各种变装道具 柯南的增强体力球鞋 跟最经典的麻醉针 总共有88根针 1到104集中 光是毛利小五郎 就中了55次 还有犯人强大集合 最后利用漫画 及光影投射的羡慕剧场 让影迷看了大呼感动 我觉得最后的那个影片 就是还蛮感动的 就是是作者说 特别送给我们大家 就是感谢我们 就是这30年来的支持 有展览出很多原画 然后有很多清山老师的访问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 我们喜欢的角色的内容 从日本遗展 原封不动全搬过来 作者青山钢昌 更亲笔签名献给台湾粉丝 其中一区更是台湾限定 从1994到2023年 经典篇章重现 满满感动涌上心头 全都是影迷的童年回忆 三鲜王沈英王沛花腿报道